嗨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呢 是一個美國購物開箱文 那因為我很喜歡在很多美國網站上面 就是買東西 所以呢 今天又積了一些東西 要跟大家分享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 首先我們從刷具開始講 那這次我買了蠻多刷具 一一介紹好了 第一支呢這個是 Zoeva的單支刷具 這支是103 它是粉底刷 它是平口的 然後 斜面平口 它不是平的 然後它有一點斜面 那這一支刷子呢我已經用了兩三天了 然後我覺得這支刷子很好用 就是它的柔軟度很好 然後 我現在目前用起來 至少這兩三天用起來 就是覺得是還好沒有什麼刷痕 那我有一支跟它很像的呢 是這一支 是Sigma的F80 就是F80 然後你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就是Sigma這一支的刷頭比較大 然後是平口的 這是有斜口的 像這樣 然後呢 整體性的話我覺得 Sigma這一支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適合那種大範圍大面筋的那種 粉底液的使用 然後這一支呢 因為它體積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使用操作上呢 會覺得比較小巧 所以可能比較順手 那我這次總共買了兩支 Zoeva他們家的刷子 剛剛那一支的型號是103 那這一支是109 我這一支是一個平口的 算是一個修容的刷具 像這樣子 那剛剛忘了說 就是Zoeva的單支刷具呢 它來的時候包裝都是這樣子的 就是 一支刷具會有一個這樣子的夾臉帶 然後後面會貼上它的型號 產品型號 像這一支是109 那這一支刷具呢 我還沒有用過 所以它毛還很乾淨 那我覺得它 因為我沒有一支 任何一支 類似這種平口的刷子 所以我才會想買買看 然後其實它的刷毛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柔軟 我原本以為它會是那種毛 比較硬的那種質感 所以我收到的時候 有一點就是 有一點驚喜 就是它是非常柔軟的那種刷毛 再來的話呢 是這一支 是我這一次新添購的 SIGMA他們家的刷子 然後這一次比較特別 我買的是白色 我覺得它的白色非常的有質感 它這一次新出的這個 3D 它叫做 我看一下 它叫做 3D HD Kabuki Brush 好 所以這是它 他們家的新產品 它就叫做 3D HD 分底刷 然後 這一支的話 它有白色 桃紅色跟黑色 那我覺得黑色跟我其他刷子都太像了 然後我還沒有任何一支白色的刷子 然後就覺得這個白色很好看 因為我一直看很多國外的那個review的影片之後 因為我一直在覺得我到底要白色還是桃紅色 我最後買了白色 那其實這支刷子剛出來的時候 我就有注意到 然後我也有看過他們SIGMA他們家 這支刷具的廣告 就是他們的一些 就是這支刷子的設計什麼的 那 它比較特別的地方應該是它的刷頭 就是它這一面跟這一面都是斜面 但是斜面的感覺不太一樣 它這樣的設計的關係呢 它雖然刷子這麼大 可是我要上眼睛周圍的時候 就是不會去不小心弄到眼睛 然後像鼻翼的地方也可以很輕鬆的使用這支刷具 所以這支刷具的話 我之後也可以使用這支刷具 來做一個影片的分享 再來的話呢 是比較平價的刷具 是Real Techniques他們家的刷子 那這一支刷子呢 其實我是看豬毛毛 就是如果有在看YouTube的人應該會知道它 我覺得它很可愛 然後我常常看它的影片 然後之前有一次看到它分享它化妝包裡面的東西的時候看到這個 我那時候就一直覺得這個東西好特別 然後最近買了 它特別在哪裡呢 它看起來是一個很普通的Kabuki Brush 但是呢它可以這樣子 然後就可以變成你想要大面積刷的時候 就是很方便 或者是你想要當修容刷的時候 然後合起來 就是一個圓刷 然後你可以這樣刷 那這個刷毛的質地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就是我覺得Real Techniques他們家刷子的質感都非常好 那唯一我覺得比較有一點點失望的地方應該是 它其實沒有一個像卡榫的那種設計 它只是打開而已 所以就是會這樣子 然後 但是我覺得還好啦 因為這種刷子的話我覺得是適合 例如說你平常 不喜歡用海綿補妝的人 就是會怕會補妝容易結塊 或是喜歡妝感比較淡的人 其實蜜粉 就是你可以帶蜜粉餅在身上補妝就好了 就不會妝越補越厚 然後到最後就整個結塊之類的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東西隨身放在化妝包裡面會很好 再來的話呢 這個也是Real Techniques他們家的刷具組 那我喜歡這個刷具組是為了這兩支刷子 我很想用這兩支刷子 所以我刷子 所以我就買了這個刷具組 然後這一個刷具呢 我覺得因為它長得很像我很常用的這一支 然後但是呢這個毛比較短這個毛比較長 它的感覺就是 它也是像可以當粉底刷的 然後因為它的毛比較長一點 所以會感覺比較柔軟一點 那我覺得這支刷子的那個質感 感覺很像我剛剛第一個介紹那個 Zoeva的那支103的刷具 我覺得質感非常的像 只是他們的形狀不一樣就是了啦 然後使用的功能呢 基本上也是看你要拿一雙粉底或粉餅都可以 再來的話呢也是我就是剛剛說我另外一支期待的刷子 這個刷子我用過 所以有點晃晃的 那這一支刷具呢它比較小 然後我是想要用它來就是做眼部眼下這邊的定妝的時候可以使用 再來的話呢這兩支刷子呢基本上呢我是 就是我還沒有想到它們到底要什麼使用 但是因為它們是扁平的刷子 所以我應該會把它拿來當作就是粉底液或是遮瑕膏的使用 就是我如果需要那麼小的遮瑕刷的時候可以用 所以這是一個套 講完刷具之後呢再來就要講我最喜歡買的東西就是眼影 那第一個眼影盤就是這個 我一直很想要這個 因為那個 Kathryn 她在她的影片裡面呢 就是一直說這是她 2014年就是最喜歡最喜歡的一盤眼影盤 然後因為我很喜歡她 所以就忍不住買了 那她的包裝是絨布的包裝 粉紅色絨布的包裝 然後裡面長這個樣子 然後是一個金色的包裝 那這一盤比較特別的地方 應該它是 All Matte Finish的 Eyeshadow Palette 所以 它非常的閃亮 所以這一盤眼影呢 它最特別的地方當然就是它全部都是霧面的 只有這一個大格的顏色 它是有一點點微微的珠光 然後其他顏色全部都是從霧面的 然後我有試用過了 我覺得它的顏色 它是霧面的 那霧面眼影最忌諱的應該就是不顯色 那這一盤眼影盤完全沒有那個問題 它完全就是一個非常顯色的霧面的眼影盤 所以如果想要嘗試霧面眼影盤的人 然後又怕顯色度不夠的話 這一盤真的非常非常的推薦 再來呢 這個眼影盤也是一個非常令人期待的產品 是NARS的眼影盤 它非常的閃 你可以看到我的相機 好 那這個眼影盤的話呢 好像台灣應該是還沒有上市 然後聽說預計應該是母親節會上市 它裡面有一隻刷子 然後呢 我只有稍微試過這個顏色 其他顏色我都還沒有碰過 所以之後我也會針對它就是做一個影片 那想有興趣的人的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 總之呢就是 這一盤眼影盤 其實它的單色眼影我那時候去櫃上試的時候就非常想要 但是我收到這個眼影盤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它看起來好像只有這個顏色是比較珠光是比較亮的那種 其他顏色還好 但是呢 NARS的眼影呢 它的質地我覺得一直都是不錯的 就是它的粉壓得比較密實一點 所以如果很怕非粉的人的話呢 我就比較推薦買NARS的眼影 它絕對不會非粉 因為它的粉壓得很密 所以壓得很密 但是顯色度又夠 然後使用眼影的話呢 基本上我真的比較推薦你使用眼影大底膏 如果你眼皮容易出油的人 呃 如果你不使用眼影大底膏的話 就是用你有的遮瑕膏當作眼影大底 但是遮瑕膏不要上太多 然後呃 用你的皮膚用起來不會出油的遮瑕膏就可以了 就是不容易脫妝 你的皮膚用起來不容易脫妝的遮瑕膏 再來呢也是我自己非常期待的產品啦 這個是呃 平價版的Urban Decay的應該吧 大概是這個意思 好 總之呢我很喜歡這種 呃 很多顏色的這種 Eyeshadow Palette 這一盤有20個顏色 然後它長這個樣子 呃 這一盤的話其實 這一盤是2 它有1跟2 然後我買的是2 1的話它就是大地色系 2的話就是偏粉的顏色 那很多人看到這一盤眼影牌的第一個反應 就是很像Urban Decay Nega 3 呃 但是基本上我個人是覺得它是完全不同的顏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Nega 3 這一個是我新買的眼影盤 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它的紅色調要再多一點 然後 呃 Nega 3的話還是比較偏大地色系 只是說它的咖啡色裡面真的都帶粉色調的感覺 那 這一盤眼影的話呢 它有霧面的 也有 呃 珠光的 然後我非常喜歡它的 顏色的色調 就是這種 酒紅色系 然後這一盤入手起來 差不多 應該也是七八百塊 韓運費的話 呃 那時候是 就是 傳購的時候 跟大家一起買的 所以那時候很多人問我 我這一盤有沒有使用心得什麼的 沒有 我也是看別人的review之後很想要買 然後 但是我只是想買這一盤 就 找大家一起團購了 所以 呃 我那個時候用這個 我第一天收到包裹的時候呢 就用這個紅 跟這個顏色 畫一個簡單的妝 然後我覺得非常的好看 然後眼影顯色度也非常的好 接下來的話呢 都要講 很評價很評價的品牌 那 那我很喜歡的一個評價品牌 就是 BH Cosmetics 然後呢 我買了 這次買了他們家兩盤眼影盤 這是其中一個 那 這一個是 我看一下 這一個是28色的眼影盤 那我記得我買的時候的價格 大概是300多塊台幣的時候價格 他們家的那個打折的折扣的那個 價格感覺常常在變動 所以也不一定你買到的價格是最低價或什麼 因為它真的變動的太快 太平凡了 然後我買的時候大概是300多塊台幣 好 然後呢我那時候會買這個顏色呢 是因為 我很想要這種 很少使 你很少會用到的顏色 但是 就是 又很想要 然後這一大盤才300多塊 有的時候就覺得 如果你去買這種 單一個的那種眼影的話 很不划算 所以就買了一個大盤眼影 然後有所有 這種 比較特 真的很特別的顏色 然後在一般的眼影盤裡面 不容易看到的顏色 那 BH Cosmetics他們家的眼影呢 我覺得質感是不錯的 而且這個雖然是一個塑膠盤 但是這個質感真的還蠻好的 嗯 感覺起來不太像300多塊的眼影盤 這一盤的話呢 它是 Ice On The Sixties 嗯 它有60年代 70年代 跟80年代 80年代 的眼影盤 然後色調都不太一樣 然後 嗯 這邊是BH Cosmetics他們家的logo 然後 裡面長這個樣子 我把這片膠膜拿掉 那這一盤呢 一樣呢 我會買這盤也是因為 我想要那些 很特別的顏色 像是這種橘色啊 黃色啊 紅色啊 就是 嗯 我真的很想要 嘗試 非常非常多的 顏影的畫法 所以 嗯 一直想要有這種多色的眼影盤 但是我又不想要買那種 很誇張 就是一百多色的那種 那種眼影盤 我之前 很久以前有買過一次 我覺得那個質地 質感都很差 就是 很沒有質感的 嗯 眼影盤 所以後來我就 選擇 BH Cosmetics 然後我買這兩盤 買起來大概也是七八百塊 兩大盤七八百塊 所以我覺得很划算 那這一瓶粉底液呢 我是一個被那個 一個住在澳洲的YouTuber 就是被他的推薦燒到了 所以才買的 嗯 他叫熊貓 應該有很多人有訂閱他的頻道 然後我很喜歡看他的頻道 就是他的頻道的特色就是 他都是邊化妝邊跟大家聊天 然後 嗯 很喜歡他就是 邊化妝邊跟大家分享他的故事 然後有一次他推薦這個粉底液的時候 他說他覺得很好用 然後 他推薦給他身邊的朋友 不管是乾性肌膚還是油性肌膚 都覺得這一瓶非常好用 所以他很推薦這一瓶 然後我一聽就覺得 怎麼可能有一瓶粉底液適合乾性肌膚 又適合油性肌膚 所以我很好奇就買了 然後 嗯 這一瓶其實在國外已經不是新品了 然後台灣沒有賣 但是我覺得跟台灣最近上市的那一瓶 感覺很像很像 那我不知道到底是不是一樣的 應該是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因為包裝上就好像不太一樣 這一瓶的話 從我收到到現在 我使用過三次了 然後我使用三次的心得就是 他的妝感非常非常的自然 然後 嗯 我覺得也算持妝的 他不太容易脫妝 然後妝感是薄透的那種 嗯 會讓你的皮膚看起來是非常自然的 皮膚很好那種樣子 他不是 他當然不是那種 呃 full coverage的那種粉底液 就是他不是遮蓋力非常高的粉底液 他是 medium coverage 就是中等啊 中等程度的遮瑕力 但是我覺得非常非常的 真的妝感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持妝度我覺得很滿意 所以他雖然不會 他不是mat finish 就是他不是霧面妝感 但是他會讓你的皮膚是那種 自然皮膚的感覺 不是光澤也不是霧面 就是你自然皮膚的一個那種 視覺的效果 所以這一瓶粉底液我覺得 真的是開架裡面CP值很高的 然後我給我家人使用過 我妹妹是乾性肌膚 然後他用起來也不覺得會乾 我是混合肌 最近偏油啦 混合肌偏油 就是容易出油什麼的 然後我用這個的話 我覺得持妝度到下午的時候 你也可以就是 會稍微有一點點出油 就稍微用面紙壓過之後再補妝就可以了 所以我非常推薦這個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囉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